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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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谈判的最新进度 今天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希望各界耐心等待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则是在推特发文 他称赞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举行了有成效的会谈 就在双方都释出正面消息的同时 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微信公众号 陶然笔记表示 依照会议现场的照片以及视频来判断 第二天会谈气氛良好 除了场内不时传出笑声以外 甚至有传言双方团队进行彻眼磋商 另外也有英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观察指出 双方会努力在今天2月15号 至少达成谅解备忘录 预先为3月的川习会铺路 新闻时事报流星 罗千竹 这里报道